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奇小刀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26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SS电玩系列 Wolf Cybertron的SizeWipe 横炮 我要先赞美一下 它的盒子依然保持这种方方正正的感觉 这个在收藏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现在的盒子大家应该有印象 都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多边形 在堆叠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 再来呢 它的中间已经挖洞了 但是它的洞呢 我感觉至少没有像其他系列那么样的大 再来就是它的合汇 我觉得Wolf Cybertron这个电环系列的 人物的插图 这样你远远看 你这样扫过去看 你会以为是谁 是Stars Green天王星对不对 这个画风来讲的话 都是太过于写实了 都是一堆破铜烂铁的一种感觉 各种战损 还有一种灰蒙蒙的一种废土风格 可能大家看上去都觉得辨识度不是很高 你光看这样 你跟人家说这个是Stars Green 搞不好 你没人能看到这两根脚的话 你还真以为是对不对 好吧 那我们看一下盒子的后面 这个官图可以说 你这个金属光泽是不是骗得太大了 这种光泽的话 恐怕要回到十几年前 日版的玩具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配色了 既然是Wolf Cybertron系列 我们就要再把当年的老玩具拿出来 这一款也是Deluxe Class的Sideswipe 它呢 并当年不是叫做Wolf Cybertron 它是属于往后一个世代的玩具 叫做Fall of Cybertron 那么这两款都是Deluxe等级的玩具 我要提一下 当年的Fall of Cybertron呢 有很多的玩具呢 它身上附的大枪呢 并不是属于这个人物 而是属于另外一个角色的 所以这把大枪我记得它是 不知道是OP还是这个Ultra Megas的武器 我忘记了 反正这个武器不是属于它的了 那么这两款玩具呢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整个都差很多 除了配色之外 它整个身形机型已经完全都不一样了 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轮胎的位置都不同了 它在手臂 还有制作在这个 伪装成一个轮子 摆在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轮子 但是它的轮子的位置 你看这个是在肩膀 还有这个就是在它的一个背包里面 可以说 做了很大很大的不同 两个哪一个比较好看 我起初刚拿出来的时候呢 我觉得吧 我觉得这一款比较好看 但是把玩了一会之后呢 我发现这一款的造型其实也不赖 特别是它背后的这个背包 这里做出了一个流线型的翅膀的感觉 不过呢 这款玩具呢 它有两个比较大的缺点 第一个是它的脚的这个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卡扣 但是呢 不知道是我的一个把玩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它总是会自动弹出来 并没有办法完全扣得紧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膝盖 这个地方 我说这一款的话呢 整体来讲是偏软的啊 就是你看看这个 给你一个漂亮的仰设啊 两侧都是偏软 甚至外摆内收也都是偏软 或者是说 它的整个下盘都是偏软 上半身还可以啊 甚至这个 肩膀这个地方的关节 还算有点紧实了啊 那手臂的一个造型的话呢 我觉得最好看就是它的轮子 啊这里有一个地方包袱过来 脑筋这个轮子不能转 为什么呢 它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呃一个卡住的一个结构啊 但是虽然不能转 但是呢 肩膀里头有轮胎呢 这是符合我的审美的 它的武器呢 是一把没有涂装的大枪 握柄呢 只有一个方块型 如果你不喜欢拿在手上的话呢 它背后呢 有一个孔洞 你可以把它插在后面 但是背包感觉都更大 不过它的脚底板 你看呢 非常的巨大 所以战力性来讲的话呢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它呢替换手臂的这个设计呢 是属于这个 这是电玩系列的这个 这个设计也是有的 手臂是可以换掉的啊 一样可以把这个 手换成这个手炮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那只只胳膊就不知道 收哪里去了啊 加上说呢 这一次的玩具呢 它可以 呃单手的呢 把武器呢 给持上去 所以我的话呢 我根本就在 把玩这款玩具的时候呢 我是绝对不考虑呢 把它换成是手炮的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细节 头部 眼睛啊 我经常说的 MP10的水蓝色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五官 非常非常的标志 加上它的眼睛 看到没有 有一点点 分 呃 应该是说 阴挺阴气的感觉 就是一脸要战斗中的 一个表情啊 非常非常的帅 脸部的银漆呢 光打下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没有 把它的这个 轮廓的这个深邃的感觉呢 是做得非常漂亮的啊 胸口的银漆薄派标志在中间 呃 这证明它是个正版的玩具啊 可惜的就是呢 它旁边这些塑胶色啊 就是比较比较比较焦一点点 然后它的一个这个啊 非常的软啊 随便掰都会软 然后它的腿啊 啊 我只能说你真的是有够佛心啊 你这有个盖板啊 这个要给个加分了 那我这里提一个小小的设计 这个地方有一个组合的一个西形扣 在变形的时候呢 要推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交换用的一个卡扣 待会各位在变形的时候 就能够感受到了啊 那么在人形状态下呢 拳头不能转 我再多提一个东西好了 它的这个胸口这一带的造型呢 应该说这里造型比较奇葩 我直接在人形状态下 我先讲好了 它这个地方其实是前后 只有一个十字形的一个组合 以这两手把它分开 然后呢 前后再把它给 这样给分开 你看到没有 它是前后先戳起来 中间组出一个大的一个缝之后呢 两只胳膊的这个 再过来扣住 这个地方再盖起来 所以说它的变形来讲的话呢 待会呢 你会感受到说呢 虽然是一款近年的deluxe等级的玩具 但是呢 它的变形难度呢 还是相当够的 那我们就来体会一下它的变形了啊 首先后来胸口这个地方给打开 然后呢 两侧手臂先给打开 然后呢 头前后这个地方松开 后面的话呢 就归后面 可以先把头呢 给塞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个胸口这个部件呢 里面呢 这个往上推 然后呢 它这里是有一个关节的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然后我们记得再把背后背包的这块部件 给它翻转 180度 先到这里 然后呢 怎么做呢 先把这一片推上来 推进上面这边 好了 没有一个l型进来 再来呢 怎么做呢 把手臂整个都给打直 拳头收进去啊 这个部件记得给推开 然后呢 整个往前面包上来 到这里 看到吧 这个地方 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整个推上去 到这里 上面做一个结合 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壳要先穿过去啊 先到后面 再把两只胳膊呢 给做一个组合 这两片部件呢 要把它拆出来 你不拆出来的话呢 它轮胎是不能滚动的 再来的话呢 手臂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转到这一侧 它这里有一个凸 有一个凸 它要扣进 这里有个洞 这里 那拳头记得收进去啊 把它给 给压进去 到这边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你得记得把这个凸 转到外侧啊 是一样的意思 你看外面 里面各一个凸 把它给转出来 好的 两侧 把它捏紧一点 没关系 这个后面这里的话呢 比较可惜 这两片部件的话呢 靠的是关节的紧实度 卡在这里而已啊 然后呢 上面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里 你把它转正一点 这里有两个凸 扣进里头两个凹 其实扣不进去啦 放进去就可以了 放进去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把它们的腰身 转180度 那腿部这个地方呢 我们经常说的 看得到的全部都动 这个边打开 这个部件往上推 这个部件松开之后 往前面转 然后呢 这个部件 往前面踢过来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看得到的 都把它给转出去 转出去 翻出去 然后这一片部件往上翻 转错了 从这个地方转过来 待会儿这个地方 就是要做一个结合 现在结合好像也可以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就是把它给屈膝折进来 整个给推进去 推进去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先组合一边好了 先前面先不组 推过来之后 组合的卡顶有几个呢 这里 有一个凸 内侧有一个凹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凸 要卡进 这里面有一个凹 这两个地方呢 先扣上去 然后还有底部这里 还有一个凸根 所以 这个角过来的话呢 有三处要扣 那我会建议吧 先我们先把其中一处扣好 这样子 好的 那这里 提一下 这一块部件 跟里面的那个凸凹 这里一旦扣进去之后啊 你要把它从车变成的时候呢 要扣开 是要花一点力气 因为它扣得非常的紧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就是已经把它 它个中间的空间都存开了 这里 这个地方扣进去 这里 一点塑料的任性 把它给卡进去啊 好 然后里头把它捏一捏 严丝合缝的捏一捏压一压 好 那前方这里 就可以把它给扣上了 好的 那最后就把这个车顶盖盖盖下来了 盖下来 这里 内部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卡扣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会自动去卡上去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款来自于电玩 Wolf Cybertruck Deluxe Christ的SizeWipe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再把它给捏紧一点点 那最后它的一个武器 这个 刚好车顶有一个纵向的缝扣上去 这个武器扣在这里的话 还可以不至于说过于的违合 我们来看看它的载具形态 首先如果你把它的身上的这些缝 极尽所动的把它密合的话 可能会造成它的轮胎会有这样一个角度 可能也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没有调整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轮胎的滚动性就没有说达到非常的好 推车上就有一点点的不爽了 那它的武器的话 我要提一下 它扣在上面的话 它是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可以上下 多少还可以调一个角度 而这个时候我们对照一下旧的版本 旧的版本虽然说这个武器 大枪不是属于它的 但是我们还是扣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要讲的是方形的孔可以上下调整 它左右不会转 但是圆形的孔它是转动的幅度会更大 那哪一种好这个很难说 因为有时候你希望武器不要乱转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 但是圆形的孔的另外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洞非常的巨大 然后我们这样子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车里上就是一个大洞 然而真的要说这一次的SS的这一款电玩版的横炮 跟旧版10年前的吧 应该将近有10年有了 7还是8、9年前的这个Fall of Cybertruck的Sizewipe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车尾 当年这个模具的话呢 被大家骂到臭头 就是因为它的车尾根本就是乱做 这个叫货真驾驶的烂尾 就是像这个样子 完全放弃了车子的尾部 就直接一双手露在后面 而这一次的一个车尾 则是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 好吧 不要说多完美 因为我不知道电话里有它的一个尾部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造型绝对是没有得挑了了 以外星球的载具来说 这已经做到非常的好了 那车头的话呢 形状都是一样的 一个三角形 像是一个三间级一样向前叉的 博派的标志呢 也比旧版要来的更加的巨大 车子的尾部呢 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尾翼 对了 我这款玩具我有上过这个消光器 那放在柜子里面放很久 所以它可能有一层白白的粉摸在上面 各位不要觉得太奇怪 它的尾翼的话呢 你看到没有 感觉做得更加的巨大 是不是 而且这里的话呢 它的零件等于从前面这里就冒出来 虽然它这个地方这个散热孔感觉细节更漂亮 不过呢 这个巨大的尾翼也是加分加了一点点 然后它的车尾巴后面还多了一截在这边 而这里的话呢 车尾就直接就断掉 后面就没有东西了 拿个好看 这个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 不过整体来说 这个车尾巴的一个照顾到呢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 变形的变形的话 这一款的设计呢 也比这一款玩具的话呢 有点硬凹的感觉呢 也会好上非常的多 所以我难得有一款就是新的玩具 但是呢 我可以认为它比旧的玩具呢 设计的更好的一款 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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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但是它的缺点是人形状态下 下半身的关节过于的偏松 这也是它在把玩上的扣分很多的一个地方 不过扣去这个 我认为它是一款可以比美 甚至超越旧版玩具的最近的新的产品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